為在溫馨的五月 慰到辛苦的媽媽們 新北市議員王威元 特別準備了康乃馨 送給帶小朋友 到熊厚色樂園遊玩的媽媽們 在這個地方 那發這個康乃馨的方式 我們希望說讓小朋友知道說 這個媽媽照顧我們很辛苦 那孝順媽媽 那提醒送媽媽一朵 康乃馨的重要性 那所以我們特別選在了 現在我們全國最大的戶外 免費的兒童樂園 這邊我們來做這個 發放母親節康乃馨的動作 那希望說所有的小朋友 都可以這個拿一朵 溫馨的康乃馨 跟媽媽說一聲母親節快樂 特別選在當年協助 爭取的熊厚色樂園 回想當初只有兩個流滑道 經常是大排長榮 後來經過各局處的努力 讓這裡成為大小朋友的樂園 我禮拜天帶我兒子來玩 排隊排了30分鐘 結果我兒子只玩30秒 就要重來一遍 就要再排隊一次 我說這個是阿彌陀佛啊 這個簡直讓家長痛不欲生 我就跟市長建議說 既然能夠做兩座 為什麼不能把它滿滿的都做起來 那後來市長呢 也對威元的建議非常肯定 所以後來我們一口氣增加了 19座的六滑梯 後來還加碼了非常多的共同室邮具 不管是滑草區還是彈跳床 還是這個蕩蕩 甚至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還增設了一個水樂園 就是可以讓小朋友玩水的地方 雖然後續爭取增設的水樂園 礙於疫情的關係 一直遲遲無法開放使用 但是王威元仍然會努力 爭取相關的設施 希望不辜負超人爸爸的名號 記者沈仲林錦雲三重採訪報導